十七日所定日抽籤五報 就帶您來看 都是在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球下 昨天凌晨兩點多 發生了一起凶殺命案 之後根據警方調查 原來這雙方人馬積怨已久 相約在這個案發地點來談判 但是雙方十多個人 一言不合之下持刀來互砍 造成其中一名零性男子 遭到歷刃刺入心臟和腹部 送醫之後宣告不治 不過警方動作很快 二十四小時之內 改到主嫌朱姓王子 刑警突然找上門 二十二歲的朱姓祖賢 還一臉茫然 因為凌晨一場泄鬥 朱姓男子率中持刀刺死一名 三十歲的零性男子 當時被害人依照約定 到這裡進行談判 但其實嫌犯早就找來人 埋伏在這裡 只等被害人一到 就一擁而上進行攻擊 原來祖賢與被害人 積怨已久 五號凌晨兩點多 雙方相約談判 零性被害人找來女友 跟五個朋友助陣 祖賢朱姓男子 在巷底的桌椅等待 沒想到一旁草叢跟車後 衝出了一群黑衣人 雙方一場混戰 過程中 零性男子不知倒地 全部的人一轟而散 零性男子身中多刀 全身是血 朋友將他送醫後 還是因為心臟被刺傷 宣告不治 在本日的凌晨零點左右 在萬華區廣州街一帶 逮捕涉案的 朱姓男子 初不了解 案發原因是 雙方債務糾紛所致 具體的案發經過 及其他的共犯身份 警方仍在進行 偵訊以及調查 釐清當中 警方獲報立刻成立 專案小組調查 24小時之內 在台北萬華 龍山寺附近 將喝得醉醺醺的祖賢 22歲的朱姓男子 逮捕到案 其他共犯人在追棄當中 警方偵訊後 將依殺人 聚眾鬥殼等罪嫌 移送地檢署法辦 記者 綜合報導